最後做出來之後的話 要讓它可以在首頁出現 在新書頁也可以出現 在關語也可以出現 也就是每一頁都要出現的意思 要每一頁都出現的話 我們要怎麼做呢? 基本上就是第一個 先把內BAR先做出來 內BAR我已經做完了 這邊做一個那個 Data Simming改成B 所以做完之後 來即時來看一下 基本上就可以看到類似像這樣 不過你們可以發現 底下如果多一個空白 表示怎麼樣? 表示這邊好像多一個東西 底下這邊多一個什麼? 這個多出來的那個空白列 所以要把它刪掉 但是我建議如果你在選那個 DIB有時候選不到的時候 你可以先在底下做一個空白列 等到做完之後再把空白列刪掉 不然如果說你沒有這個空白列 有時候你光要選那個內BAR還真不好選 有沒有這邊點不到 點上面也點不到 點下面也點不到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多一個空白列的話 你有時候呢 比較方便就是可以 去選取到那個內BAR的這個DIV 這個DIV就比較好選 我的習慣是 最後再把這個多餘的這個 這個段落把它刪掉 刪掉之後的話 就可以看到結果應該就是我們要的 就是在底下這一個 那如果說要剛好固定在下方的話 還在做什麼呢? 上禮拜有講過嘛 把這個Footer有沒有 把它多做一個動作 Footer裡面有什麼? Data position 第一個先把這個 葉尾的部分有沒有 先選起來 第二個步驟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 Data position 改成什麼? 改成固定的 Data position就是位置 把它改成fixed 這個時候呢 你把它fix掉之後的話 你上面如果底下還有一個 高度還不夠的話 就是他自動會跑到最下面 固定在下面 所以無論是 你上面差多少 下面你看 就會黏在這裡了 那如果太上面 他就是 太下面 他也會黏在這裡 反正你怎麼捲 他都會一定固定在這裡 這個方式非常重要 不然有時候我看到有些 有人在寫App 奇怪好像就是沒有黏在下 就沒有辦法捲 所以